反應上我們的要求 在這個時間都未必真的可以做到很高 11點 有誰在說話 寶波 藍寶波 他那份是財政預算 對 或者很簡單地回答你一些問題 基本上都已經很OK 課堂上真的覺得 某兩三個同學吸收不到 可以過去再仔細一點教 但這裡都不行 一定要一起去 是不是有點難明白 都要先去 因為一會兒我們看題目 再重溫一下 好嗎 教育局再宣佈推遲復課日 不少老師都開始利用網上教學軟件 同學生搖他上課 但網上直播教學 是否真的可以做到 在班房上課一樣的效果呢 哈囉 你好 今天11點是否有直播 是呀 約了同學11點就上課 睡醒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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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應我 說一聲在這裡就行了 說一聲在這裡就行了 在這裡 可能我都要靠一個比較主要的同學 他要用Facebook去通知其他同學 今天又會有這樣的同學 你知道嗎 我知道 你們有空打開筆記看一看吧 當知道要是4月中才復播的時候 其實就問題來了 不可以再用這種方法 因為直播教授一定比拍片好 一個中學生講了7分鐘 7分鐘之後就聽不進 平時我們是要將一堂拆開很多的部分 但現在這個做的位置是相對少了 唯有你真的在很短的時間 你很相對密集 去將一些最重點的東西去講出來 某程度上 如果你的人是自律的 可能聽話會聽得好一點 讀中午的樂明所講的自律 是需要學生在直播之前做好備課 完課之後主動重溫筆記 以及做功課 我喜歡真人上課多些 因為那個感覺好像真實些 阿嫂可以看到你的進度 他會更加好 下次要交個樣子出來 上課吃東西 說是學生這些 什麼露面 說吃東西 說笑而已 露面都沒有人上課 懷疑你們 老師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其實我就這樣放在這裡 然後不看 或者做其他事情 他都不知道 在家裡可以任你走去哪裏 你做什麼 但在課室裡面 你只可以坐在那裏 然後就是很專心聽他說話 他們剛才會離開了課堂 我也不知道 他在洗手間 跟家人在聊天 也不知道 但如果真正在課堂裡面 起碼我看著他們 有時候覺得他們疲態的時候 我可以休息一下 但如果在視像 我們基本上 不會有休息給他們 OK 有沒有特別的問題 今天 其實都算順暢 其實都是說兩件事 一個就是 硬件上面 有沒有一些奇怪的問題 會走出來 另外就是 人的反應上面 有沒有一些回應 兩三個是沒有 說不得閒的 我們都兩屆 因為他可能約了外面補習 自己是不得閒 都可以一路拍一路錄影 他叫我傳給他 我說我不傳了 我不錄了 我說之後再約你一次 因為其實我也是想 跟他有互動關係 打鍊他們就考DSE 如果基礎打得不好 只是完結一件事 他們未必可以吸收得到 課堂裡面 其實除了知識上的傳遞之外 其實裡面的生活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去幾年 大家一個戰友 大家為準備你去考DSE 的感覺 網上相對未能做到 但是你說最基本 好過完全停課的時候 希望有一些知識的 基本的傳遞可以做到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都是足夠的 在這個期望要求的情況之下 今次因為事出突然 令到老師需要利用網上直播教學 但兩位都相信 即使重返校園 今次的經驗 亦都有機會再用得著 其實我們平時的課士 都不是太足夠的 有時都會補課 但未必全部同學一起補課 可能個別兩三個 可能能力比較弱 如果我們兩三個 用回剛才的線上直播 他們在家裏做 就不需要回去 可能約回去學校 那麼麻煩 其實一向都有 跟老師或者學界 去做這些訓練 透過科技上 令到同學的學習模式不同了 可能今次這幾個月 真是一個轉移點 換生活 樂科技 暗話-K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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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